好难影线经络,洞潮文于风潮,在平阳国际影展的站台露天剧场上,张明导演的冥王星时刻进行了首映,张明导演和主演王雪斌等人出席的首映是,在平阳停留的时间短暂而忙碌,可王雪斌依然没有搁置自己的爱好,跑步,围着平阳古城进行城袍,是一件惬意的事。 对王雪斌来说,跑步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,就在前几天,王雪斌在西安跑完了,他人生中的第三个拳马,自从今年年初第一次在厦门跑完马拉松,他就喜欢上了这些运动,跑步和演技很像,都不能半途而废,不要跑到终点,既要演到杀青,只需要坚持,也需要忍耐,能坚持下来的,都需要极大的毅力。 生活的面目,荒大且真实对于喜欢王雪斌的观众而言,《未踩之路》的上映是一个惊喜,制补拍于2015年年底的电影,因为种种原因,年当到今年才跟观众见面,对于《未踩之路》这部电影, 似乎无法用传统类型片的概念去矿定,这样一个发生在公路上的故事,却蒙着一层文艺片的外壳,在电影里,王雪斌饰演的角色二友,是一个和妻子离婚,靠在沙漠里饲养鸵鸟为生的中年男人。 当一个人用方言去表演的时候,就好像你被打回原型了,对于王雪斌来说,作为一个西北人,能用家乡画演戏,是一个特别切意的事儿,因为很放松,人一放松,表演就自然了。 哎哟,这个角色是死养鸵鸟的,王雪斌本来以为这样一个设定,是处于艺术想象的虚构,但是接触之后才发现,西北真的有很多人在饲养鸵鸟,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,饲养鸵鸟的设定清起来,充满了符号画的代值,没想到却源于生活,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,荒大且真实,哎哟,是一个复杂的人物, 他有自己的一套对生活的逻辑,这样的人物我小时候经常见,就是身边都会有的那种叔叔,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,包括他对小孩子说的那些,都是他们自己的思考,他们不说千篇一律的东西,但他们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,为财之路,就排除了这种自以为是对的,但其实是一步一步做下去的荒诞,人在命运的安排下, 一切都变得渺小而无力,听起来很沉重并且带有宿命感,可生活就是这么无奈,吸引我的是生活的荒大和幽默王学斌的演艺生涯,其实并非从电影开始的, 而是从电视剧领域起步,王学斌出镜视圈,就碰上了张一白导演绕拍,将爱情进行到底,在看剧本的时候,王学斌心里就觉得,这剧能成,作为内地的第一部青春的偶像剧,将爱情进行到底大获成功,也让王学斌的知名度大大提升,之后王学斌接连参演不要和陌生人说话,绝对控制, 金养的天空等电视剧,促造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,不难看出,王学斌出演的电视剧运行很多,将爱情进行到底是爱情偶像,旗舰下天山是武侠动作,阳城暗上,是红色经典,但多的背后不是叫单全收,来这部剧,他有自己调戏的标准,关键是人物要吸引我,王学斌自嘲可能因为长相比较正经, 所以演的都是很正经的角色,就像《七剑下天山里》的杨云聪,一个热邪仗义的侠客,一身正气,因为人猪小说本身就很吸引人,加上自己对武打戏感兴趣,就决定才演了,除了对人物的吸引力要求之外,王学斌还对人物身上的喜剧成分情有独钟,所有的角色都有喜剧成分在里面,可能有的时候, 编剧在创作的时候都不觉得,在我愿意发掘里面的喜剧成分,那些荒诞幽默的部分特别吸引我,在《京城之恋》,王学斌饰演白刘苏的前夫,这个在张爱玲仁著小说里,只有一句过长不变,连台词都没有的角色,在加入了大量细节之后,被王学斌演绎的十分具有喜感,后来王学斌的重心就转移到了电影上, 听风哲,白日焰火,一个勺子,电视剧逐渐退出了事业的重点,在转向电影之后,王学斌开始有意上街戏,而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业余爱好上,王学斌喜欢音乐,但是他不识谱,就采用哼唱的方式,借助音乐软件录下来之后,求助朋友把曲子做出来, 演员演戏演久了,都会有当导演的冲动,王学斌没有想去做导演的强烈冲动,但是心中有一些故事,有小说话的欲望,所以在家开始写剧本编故事,后来他拍了一个短片,坚定了西冰,内容改编自安途生的童话,也算获了一把导演的瘾,不过现在这些爱好基本都搁置了,说到这里,王学斌脸上露出了笑容, 我的业余时间都给孩子了,话剧,一种对精准呈现的执着人很奇怪,有时候拍了一个话剧,那么接下来,话剧又成群结队来找你,经历了2015年的那场风波之后,王学斌沉寂了许久,但也绝非爱业揣测的那样远离了表演,除了拍了两部电影之外,他还参严了三部话剧,距离最近的是今年10月中旬在天桥剧场, 上演的许久者莫菲,相比电影和电视剧,画剧是一个相对深思熟虑的过程,接触的文本也是更加厚重的,许久者莫菲,就包含了太多人生哲理。 这部是铁商的作品,从写出来的时候就没想过会被拍演出来,而让剧本变成话剧的人,是来自波莱的导演露帕,和露帕的合作是一拍即合的。 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抽象事物,王学斌有很强的兴趣,王学斌饰演主角莫菲,这样一个酒鬼的角色,带着观众口问生命的意义。 穿梭过去,现在和未来,不以故事驱动,全靠个人演技支撑那些哲理与思辨,整整五个小时的话剧。 田桥剧场作物学习,演出结束已是凌晨十分。 在话剧舞台上,王学斌的演技得到了极大的展现,让所有看过他话剧的观众都印象深刻。 话剧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表达,因为电影也好,电视剧也罢,它的偶然性比较大,而话剧往往是一种必然,排练了那么久。 最后追求的是一个精准的呈现,就是这份对精准呈现的追求。 让王学斌的努力最终开花结果,凭借着人民公敌,聆听红一和十九者莫菲中的精彩表现,王学斌获得了第七届国际戏剧学院奖最佳主角奖,谈及未来的规划。 王学斌表示有一个新电影即将开机,主题是关于钓鱼,一个过去他不理解,现在试图弄懂得娱乐方式,话剧会继续演下去,也还会回到电视剧的舞台上。 至于那些业余爱好,还会继续保持下去,在被问及众星会放在画剧还是电影上时,王学斌又笑了,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来笑的最灿烂的一次。 众星还是在孩子身上,门照春归出品。 北京都市,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兼治理新闻主编杨文山。